播完我最喜歡的樂隊I Made Them的歌之後 來到第五節明天就會說為何會播這首歌 播完九十年代、七十年代 都會播放這八十年代我最喜歡的英國的樂隊 今天第三位嘉賓就是徐天佑 可能大家有些那麼足夠面大家都認知 我都記得我有一次在哪裡 好像看《公本武藏》 《公本武藏》? 舞台劇嗎? 鄧棠 鄧棠 黃文偉 我也挺好看的 竟然有看那套 那套我們做小眾的東西 我喜歡看舞台劇 那套是很深刻的 因為舞台劇竟然要打 有動作 我也喜歡日本《公本武藏》 《劍道》也很棒 好了 說到天佑 雖然前陣子《風在喜時》也看到你 《風在喜時》 就是我們《一宗紫光》的劇作品 大家不知道 這些平台都可以看回 大家看完之後再給他評價 天佑 今天你來到 首先我們看到 在我們的出雲 最新的報告 就是 訂購天佑最新的那本書 是啊 都是 哥哥那邊出版的 上次來到 《范聚妖哥哥哥》 我們的朋友 Goria那邊出版的 叫做 《遼宇國城》 多多支持 問你為什麼要寫書之前 什麼支持人的傳聞 就說你移民了去英國 如果移民了去英國 當然有時候可以回來 為什麼突然間又會在我們身邊 其實因為我那時候是過去 是逛逛和探望我哥哥 我哥哥一家移民了過去 是 結果我過去的時候 本來我們都打算留幾個星期回來 那時候還是COVID 我過去 其實好像很自由 那邊已經沒有理會了 就是那些人不理會COVID 但是之後我留下留下 我們又退遲些 我就想留下去 然後我媽媽那些又過來 一起探望我哥哥 結果就留了幾個月 那結果幾個月之間 那些人就 我怎樣解釋都沒有用 他們只為我遲了 我不是我過來逛逛 可能留了太久 那之後我其實沒有 過了幾個月之後回來 那其實那些人是想你移民 還是怎樣 很想我移民 或者一個感覺 因為可能在太多 其實我自己也很多朋友走了 去了那邊 那所以那時候整個氣氛 有一個感覺都是 你距親就是有移民 那你這幾年 我相信大家身邊 是差了多少 親朋戚友 一定很多都是很不捨得 他延遲 在外地機場 走的時候 每個人都不捨得 都哭了 不要說送機 就算是戰行那些煩 每個月都要吃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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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就留了幾個月 是啊 就是回來了 是啊 回來之後 現在出書 出書 突然間就會去寫書 其實是 其實我不是第一次寫書 嗯 我在2010年的時候 那時候 我出了一系列的小說 嗯 講一些偵探 科幻的東西 嗯 然後就寫了四本 四本 然後還有一些 其他三文集 但是 那次之後呢 我記得去到2012 2013年 我就沒有寫了 嗯 那這次是十年後 我又再寫了 嗯 是啊 這次這本書又想說 因為其實也是這麼巧 因為最近 其實這兩年 開始做一些關於新心靈的 business 就是那邊的 就是我有 開做一些課程 我做導師去教學生 那我開始在這個 就是越來越多的經驗之後 我就突然間自己覺得 很多東西想寫了出來 嗯 就是要寫出來 結集了一本書 嗯 但是在這個時候 其實我都沒有 我當時只是想的 因為沒有實實在在 坐下來在那裡寫的 因為有很多時間 那就是 剛好遇到 Gloria 嗯 然後她突然間就說 不知為何會這樣 就是她突然說 你出書吧 不如說 我正在想這件事 就是這樣一拍 直播就做 哦 但是 就是出書 是 是 是 你突然間是研究 就是身心靈 或者是研究了很久 就是 就是 那些人會不會是因為 這幾年 大家知道什麼氣候 就是疫情 可能工作有很多 才會 做這件事 嗯 其實 我覺得是緣分來的 但是呢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很多 這些經歷 就是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 UFO啊 海星人啊 就是所有這些古怪 古靈精怪的東西呢 我都是很沉迷的 嗯 但是結果我就是因為到 但是其實我學很多 這些類似的 例如靈氣 其實很多年前都開始學過 嗯 但是就學完之後 我就覺得 咦 其他東西又想學一下其他東西 就是這樣去 嘗試完 就是不斷試不同的東西 嗯 但是就是到了剛剛這兩年的時候 我想就是在英國的時候 留在英國的時候 我就遇到一個 在歐洲來的 靈氣導師 嗯 我就跟他去上課 嘗試一下 其實外國的文化是怎樣 嗯 那我就才知道 咦 原來是跟我們 譬如 自己 香港啊 或者亞洲這些 是很不同的文化 就是我們 我自己也有一個感覺就是 對於這一類 靈性 spiritual 身心靈 都還是會有些保守的 嗯 就是好像有些是迷信 就是這樣 就是香港人第一 先不要說迷信 靈氣是什麼來的 新心靈是什麼 有些人經常說 有些人叫做生命 他導師 生命科學 那些是騙人的 其實靈氣 新心靈這些是什麼來的 其實我是這樣看的 就是一種療癒 就是治癒人的 就是療癒我心靈的一個系統 嗯 是的 但是譬如 如果你要說 裡面究竟是什麼 例如靈氣裡面是什麼 可以說很長的歷史 但是其實他在說的一種 他就是能量 其實所有東西都是能量 嗯 那就是 他這種能量 就是一種治癒的能量 他可以用我們一雙手 嗯 其實是一個叫做 舅井摁南的一個大師 是一百年前 他現在已經過世了 他就在日本的時候 他發現了這一種能量 他是一個修行的人 嗯 他發現了這個能量之後 他就開始去 周圍去嘗試去治癒不同的人 然後又開始寫了這個 靈氣自然療法去教不同的人 其實就是這樣發現出來 他就是可以憑我們一雙手 嗯 就是用我們在我們的氣場 在我們的氣場 就可以醫治我們身體裡面的毛病 嗯 這樣就是一套療法 是 所以其實在說的是能量 嗯 那麼 香港當然 其實不要說 那些人說不說文化 首先 就是所知的也不多 第二 譬如你現在會跟人說 我現在是做這些 就是靈氣 是 那些資料 那些人會說 有沒有科學根據 行不行的 是不是騙人 是不是盜人禮信 是有時候都 所以我 我會覺得是 我也在想著 怎樣去 將這個東西的觀念 去 帶給大家 嗯 就是科學根據 我經常覺得很 很 不知怎樣解釋 科學根據這件事情 嗯 因為他說科學其實是能量 嗯 能量其實就是科學 嗯 你想想一下 其實一百年前 就是愛因斯坦這個科學家 他已經說了能量 所有的東西 嗯 但是科學根據這幾個字 就是 所以我解釋不到 是怎樣 為何科學根據呢 嗯 但是其實這件事情是有點難的 因為始終我們是看不到的 嗯 我們看不到的時候 我們要用這種 所謂感受的能量 其實是一種 就是我會這樣去形容 就是其實是第六感 嗯 就是我們通常呢 就是平時的 我們訓練得最好的就是 我們這些五感 嗯 就是我們視覺啊 臭覺聽覺 觸覺啊 味覺啊 我們都從小到大已經在訓練 嗯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譬如去到 身心靈啊 這些能量啊 這一類的東西的時候 都會很不其然地去 尋求著五感的感受 嗯 就是那個能量會不會帶到我 隔空推動我 是 就是他會很容易有這個錯覺 但是其實 我們身心靈這一種呢 就是我們在開發的 就是為第六感 嗯 就是一種 大陸感的感官 大陸感是 是不是人 它是天生的 本身有些是堵塞了它 要等你去找鑰匙重啟它 嗯 可以這樣說 其實人人天生都有的 嗯 因為其實所謂的大陸感 就是我可以 就是很簡單的解釋 就不要太深入複雜 我們的感受 就是我們的幼腦 嗯 我們其實 我們的感受 這個大陸感就是 其實很多情感 如果一些人 特別情感豐富的人 其實他的大陸感都會更厲害 嗯 其實可以簡單 如果簡單的理解就是這樣 就是 我經常聽到最多的大陸感集 就是 女人的大陸感最靈的 她當然知道你出別 就有第二個 那這些又是大陸感 這些是什麼 都是大陸感 這些就是 如果大家用 將一些那麼抽進的概念 要去簡單解說 就是 因為其實呢 尤其是女士 女士其實是 情感主導的建構 嗯 我們男人其實是邏輯的 什麼都要 我們要阻路 嗯 所以女士的直覺 這些各樣東西 會特別敏感一些 其實因為他們 是在運用他們的有樂 真的情感 去對 就是去生活 那跟潛意識 都沒有關係 其實全部的東西 都是有關係的 全部都是一樣東西 嗯 是的 就算現在譬如 有靈氣 有外面有些不同的系統 有人問我 氣功 氣功是什麼呢 但是就算 你聽到任何這些不同的系統 叫做 可以不叫做 但是其實 他在說的都是能量 嗯 只不過就用不同的角度去切入 去 你可能覺得氣功會好玩些 有感受些 那就是適合你 嗯 其實人人會不同 嗯 那你來到香港開班 是有什麼 就是 機緣巧合 就會 打算開班 收學生 因為我在 就是在倫敦的時候 就跟那個外國的導師 嗯 一直跟他上課 他教我 就是 帶我靈體 就是又告訴我靈氣 他怎樣看 總之跟他上課 嗯 那時候我就是 但是我就把我很多的經歷 就分享給他聽 嗯 其實他就是第一個 突然跟我說 就說 不如你其實做導師 因為 Reiki學到Level 4 其實他的名字 就叫做Master Teacher 其實就是你可以做導師 當然 做導師 你都要自己去經過長時間 自己去練習 多些經驗 就可以才去做導師 嗯 但是他就是 那時候跟我說 其實你這麼多這些經歷 不如你分享出去吧 其實是 你不是自己收藏自己 沒有用的 然後我就說 那一刻我就想過 咦 如果假設 我在英國那邊 真的在那裡生活 那我做什麼呢 我也是這樣想 其實這裡挺好住 其實這樣 然後我就想 咦 其實如果我在英國生活 那我真的可以做 身心靈這一類的事情 那我就是職業的 那我就 有這樣的打算 那想一下這件事情 但是輾轉我之後回來 那我就覺得 我就想把這個 這個想法 嘗試在香港做 嗯 那我也是 不如我就開班 就教一下 因為其實他們 其實這件事 在外國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 咦 其實不需要那麼保守 嗯 其實可以 我們始終 我們 剛才所說的 亞洲人都會有少少 對這件事 會覺得迷信 但是其實我 開始去開班之後 我就發現 已經不是很多人 是有興趣 即是沒有想像之中 那麼難 是啊 其實很多人根本 是很有興趣 但是只是我們的文化背景 就比較對這件事 比較保守一點點 但可不可以 若樂人 講一下 那些人會去跟你學習 通常是 歸納到有哪些原因 其實都會有很多 是 因為譬如 Reiki 即我自己的課程 那個level 1 就是講自我尿語 嗯 所以有時候 譬如那些學生來到 他們可能自己都是 面對著一些 經常覺得 在情緒問題 希望可以幫到自己 一個人 會有自信 各樣不同的 處理到的焦慮問題 其實我自己都是 有些焦慮症的 所以他們又會知道 是會不會幫到自己 這些情緒上的問題 其實會是有這個方向 當然也會有很多 真的想 有好奇來學 這個究竟是能量 這個Reiki 是一件什麼 他們學了 是否都有 對一些情緒 或者那些 焦慮都是有幫助 其實都 都 間段不斷收到 很多好的消息 嗯 是的 因為我自己 一直這樣去教 的時候 我自己都是 都是不斷去改良自己 嗯 這個練習有些 就是放在上課 做 那個練習原來 好像對大家 沒什麼作用 就不要做 因為我也是 開頭幾個月後 我才在摸索 我就發現 原來大家都很想 找一些練習 去幫自己提升 可以更加進步 改善自己的情緒 所以就有放一些 不同的冥想練習 去進來做 你說 有些人會覺得 這些是迷信 有些是比較權威 一些反對 有些人有招備症 就去看真層科醫生 而不是去這些班 其實有沒有這些聲音 其實 現在的人 開始越來越 就是開放一些 嗯 其實是 譬如看醫生 醫生那個 正統醫學 就算靈氣也是這樣說的 他正統醫學 譬如現在西醫 你不可以說 完全用 我們這些 靈類療法 用靈氣 代替他 也不可以這樣的 但是他 你只用一種醫學 其實他不一定完全幫到你 嗯 其實要相關齊下 嗯 所以要是不同的方法都要做 嗯 這一節我們先說到這裡 好 下一節再說一下 會不會你本身 你和這件事 都有一些緣分呢 我們下一節繼續探討 還有嗎 很蝲 每逢 都可以 組成 做個уть 理師 很快 等等 我 小名